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上一回合的比賽 兩位選手 昂貴高階兵種都進出啦 不過夠輸的 就是他的聖武劍 第二隻竟然在四礦那邊升 結果四礦被打掉 對 但其實前面有個很關心就是 因為購完全沒有給白的壓力 我覺得白的礦虛挖得太開心 所以導達後期這個部隊 雷射已經很貴了 送光還可以出寄生蝗蟲 這個經濟是有點誇張的 所以其實這邊 其實關鍵還是購沒有給 擺太多的壓力 那後期這邊 當然說我們的追尼的操作 也有點失誤 送去是死光 結果最後這邊還有就是我們的 聖武劍加上四礦蓋 有點尷尬 四礦蓋玩三礦蓋 結果都爆 對 真的 人生就在蓋聖武劍中度過了 不過這也使得 上個賽季 夠續了兩戰全勝 白剛剛是報仇了 所以正確的話 聖武劍應該是要 退而求其次 在後面安全地帶 比如說三礦 甚至二礦來升會比較安全 對 最好還是從主礦 或是分礦升 因為人家AE 通常是不會 通常一定是AE的 最外面的礦區 好 來看一下 那第二場的比賽 SAN對上BO SAN本賽季前兩戰 兩戰全勝都是贏了FLY BO在上個禮拜是輸給了灰 終止了之前 上個賽季 個人最後的四連勝 好 那這兩位選手啊 兩個高手 本賽季第一次的交手 交手的地圖是安提卡船場 好 對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螢幕上八點鐘方向 那這是要在太陽神的爆後 人王暖球是紅色 紅色的人類 好 再來是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 這兩點鐘方向 這個是橘子熊的SAN 是藍色 藍色的蟲族 那我們知道呢 台灣蟲王SAN 在上個賽季 幾乎是扮演一個大魔王 幾乎是摧毀整個TSL 其他三隊啦 當然自己的隊友 他不會去摧殘啦 對 能贏他的沒幾隻 但是呢 曜月太陽神的上個賽季 兩黃都沒贏過他 包括了軟球跟豪華優 都沒贏過SAN 軟球呢 上個賽季對上SAN 是零勝五敗 SAN是五戰全勝 豪華優是六戰全敗 就唯獨沒有贏過SAN的藍月這邊 AK有贏過一次而已 對 這邊野兵贏 野兵贏 軟球 對 用這一招 火魚野兵贏了 好 那來看一下這個野兵贏 也在野外喔 不過也在 其實也算家裡的附近啦 這還是可以隨時飛回來 做一個就是保家衛國 其實是看苗頭不對 又飛回來 可以飛回來 對 這個也只有一個單兵贏 那看這邊 單兵贏 單兵贏所以其實基本上 應該是目的是要打殘對手 也不是要打死對方 那就要來看一下這後續 SAN有發現後 就要攻陰出來偵查 對啊 軟球啊 仁皇 上個賽季對上SAN 五場都沒有贏 這一次也想一個辦法 對 其實BO之前就曾經用野兵贏或SAN 在季冠軍我記得好像是季冠軍賽 那時候也是靠野兵贏又來 又來 那時候野他家 那時候直接野在SAN家旁邊啦 那這次也在野外喔 來看一下 那SAN這次感覺很小心 又拉一直跟我們出來尋 對啊 我記得是 是不是軟球好像是 就是也是有一次野兵贏 結果他得到的回報是 一百一十六顆毒爆 滾過來 這次是軟球嘛 結果是有好有壞 對對對 因為野兵贏這種戰術 有時候如果你選擇 尤其是野二兵贏前壓那種 如果失敗通常就陷入一個烈士 對 那這邊 這場選擇野單兵 而且感覺就是稍微 喔 不過SAN這邊很小心 喔 這個 這個工兵量 這個技巧兵看得忙 不好意思 走錯路 對 欸欸欸 好 又回頭 那兵贏已經往回飛掉 就像我剛剛講 因為那個兵贏的位置 其實是算離家裡還算近啦 所以很快就飛回來 又來了又來了 有一點點 生氣了 好 選擇走一下 有一次性 所以軟球的兵贏又飛回來了 對 他飛回來了 對 一場誤會的啊 其實初期給SAN一點壓力 那起碼在我沒有開啞的時候 你可能逼你對方 工兵必須要拉出來啊 或是一些就是 讓你多死幾個腦細胞啊 說不定等一下會出包之類的 對 這個不一定 好 不過SAN齁 真的在台灣電子經濟聯盟 還是 真的一方之霸啦 當然 不過呢 這邊倒是想跟SOBE討論 因為前陣子也有新聞消息傳過來 在這個發布出來說 電競六年這個新的賽季 開放洋將啊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突破耶 開放洋將 可以來打台灣電子經濟聯盟 這樣在這個內容咧 對 這其實也是 真的是一大突破 我也覺得 對啊 其實還滿開心的 那最主要是 這個洋將的賽季 現在是一個隊只能上 只能打六場 洋將只能打六場 所有不管幾個人 對 一場只能上一個 一場只能上一個 對 那總共就洋將 我就說那個洋將也許有六個洋將 但是最多他們就只能打六場 對 就是每一次 每一場只能派一個洋將出來 總共可以上六場 對 那就算你只請一個洋將 他也可以打六場 對 他也可以上 你也可以請六個不同的洋將 對 那你請六個不同的洋將 他們加起來也只能打六場 對 OK 那 這個生存戰 KLF不能 對 KLF不行 那洋將有 說你 譬如說我不能一針對我洋將 通通打橘子熊 對 這個也是不行的 這邊也是有 就是每一隊 洋將只能對每一隊各上兩次 所以就六場要平均分配 就是三 二二二 三隊要各兩次 所以你不能你的扣打 你的額度六場 通通去你的洋將的六場 都打橘子熊 對 大家都覺得甚至是洋將 所以大家 我說你們隊友兩個洋將可惡 所有洋將都來丟你們 不行 只能夠打 對戰只能兩場 洋將只能出賽兩場 對 只能兩場 那這個洋將有 比如說年齡限制嗎 沒有 對 都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限制要非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就是這樣 男女呢 沒有先男女 不分男女 不限男女 所以你也可以請 上次來的那個 對 金家英 但是他應該 他應該不太行 以你的魅力也擠不來 不是 請他可以 但是他應該打不太贏 是喔 對 如果很小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戰況 對 二郎衝進來了 火車四台來 燒軟球 對 燒燒燒 燒線的工兵 一隻 對 線這邊既然出現了一點失誤 他以前都會做一個建築學 在二礦口 但是這一場竟然沒下建築學 沒有地刺什麼的都沒有 對 最主要是門口 通常都會塞一個建築學 可是沒有 被殺了十隻工兵 十隻工兵被軟球殺掉了 對 不過這邊工兵海裡 你先八隻 對 這個是 就是單隻接著之上 這邊還是有被騷擾到 經濟整體來講是被騷擾 接著就是女妖的一個騷擾了 好 好 連續計 火車來了之後 女妖 女妖過來了 那線現在一開始有距離一些小劣勢嗎 對 線這邊其實還好 這一個被燒 當然會打亂他的節奏 不過因為開局 是很偷的一個開局 對 所以這邊其實也接下來要看 然後接下來看軟球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對線造成壓力 因為這一段期間 基本上你延避了 延避了蟲族的一個蓋工兵 因為你可能燒掉他十隻工兵 他被迫要先補十隻工兵 他爆兵就會晚 那你如果可以造成 對方的一個壓力的話 那接下來才會更有的打 那那個女妖在那邊悠哉悠哉的 她在等隱形嗎 怎麼不敢去 那邊慌 因為剛剛二郎的騷擾的時候 已經看到對方家有對空砲台了 感覺上... 她也沒有研發隱形 對 她沒有研發隱形 我們看到對空砲台都已經好了 所以這邊基本上就是 就是看能賺點什麼 那多少賺一點東西 甩 不甩 賺到一隻工兵 三隻 三隻 總共三隻了 對 賺了三隻 加上剛剛浴化蟲也四隻了 那三框開出來 軟球現在情勢有比較好一些 人口數還領先SAN一個 現在平... 下次只領先 領先一些 那這邊的話 三框已經開出來了 這個三框有點早開 那看這邊 因為剛剛 基本上有限制到SAN的一個發展 所以現在三框開出來 如果可以穩定發展的話 等一下那波推出來是關鍵的 螺旋塔 對 對 後蟲爬到中間來耶 對 好 他離了重開 對 後蟲爬站瞭望塔 這邊 坦克還是要趕快架起來 現在三框是開出來了 直接給壓力了嗎 這個有點... 這個如果出門有點拚命 還是要小心點 來 這邊 爆了一隻工兵 好 好 這邊 現在 中間 女妖來 對 單挑三娘 女妖路破 對 這邊要把他逼退 坦克可能先選擇架中間 但是絕對不要急 這絕對盡量是不要照鏡 要小心 那最好是要推掉對方四框 從他有清掉就好 所以我們穩著來 穩著來 不要衝動 對 變毒爆了 那這一波壓出來有 逼掉對方四框 看從他輕輕 從他輕掉 坦克要不要架了 這直接壓過來了 剛剛雷達什麼 發現對方沒毒爆 直接 坦克 不要... 再上去這個奇葩位 好 這樣子 直接跨越石頭 但是前面有坦克表示 我被放生在那裡了 對 放點雞小兵出來 救坦克 對 硬點... 後面的話直接擠上來 坦克在上面偷轟 這個想法很聰明 但是主要是在空頭上來的時候 部隊量有點少 被趁虛而入了 好 站起來... 上面那台坦克很威喔 對 上面那台就是一直轟 還有制高點的位置架住了 對 這個不錯 這邊是有想法 選擇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給對方壓力 喔... 而且... 有制止到對方的一個四框開出來 這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喔 那現在這邊... 餃子要下下來啊 熟起來 又再走了 快要爆了嘛 快爆了... 趕快把它放下來 這個快爆了 對啊 要挺自己都快爆了 對... 好... 這個... 這一場... 非常非常散 又來... 又來... 又塞這邊... 在那個平台能幹嘛 對... 基本... 放那邊就是浴化蟲打不到你 喔... 但是你救不到... 救不到... 上面的坦克 對... 被關在那裡邊 哇... 這邊很多... 很多的浴化蟲過來 然後下面的機場面再打... 但是... 非常的已經出來了喔 對...已經出來了 下面這些機場面打醬油啊 那... 放在那個觀景台上面 對... 對... 要是我這六隻就不打 你這輩子 你人口就少六跟我打 對... 我怎麼打我都200A你194 又不能按Delete 把它自己爆炸 對... 好 還是把它打掉了 好... 還是打掉比較好 因為畢竟有時候嘛 開始經過... 路過的時候 因為A很討厭 對...路過... 在空頭來啊 都來... 那這邊被...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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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瞄到了喔 San的眼睛是非常非常好的喔 目光銳利啊 所以要去...去抓那一台了 趕快跑 那... 軟球這邊... 家裡面... 軟球這邊... 家裡面還是出現了一點失誤喔 攻防的部分... 停伸了 這個攻防停伸 對於等一下我們... 人口來...大概180 接近200的時候 A出來那一波 正想想這邊對於他的... 等一下的一個會戰會不好打喔 現在還要開始升二攻二防 有點晚 對方... San這邊是二攻二防已經完成了 好 那這邊四況開起來 這個四況好恐怖喔 四況開起來就有況 還不一定開得起來啦 這邊打了... 趕快陣地... 對 陣地... A在那邊... 要住人... 好 這邊直接A上來 剩這個... 毒化太多了 San這個... 對 這樣攻防優勢啊 這完全是把你當小朋友在A 說好的陣地戰咧 坦克陣地都架起來了 說好的陣地優勢怎麼沒感覺到 有被滾滾毒爆喔 直接免平耶 對 感覺這邊整體的營運 還是有點落差喔 San這邊雖然四況有被限制住 但是感覺 Bo這邊的一個營運還是... 並沒有說... 剛剛那波會戰其實是150 對 那來到16分 接近17分的人口150 其實並不是那麼多啊 然後...現在人口持續落後啦 對...所以一開局 San殺了Bo十隻公兵喔 Bo殺了San... Bo殺了San十隻公兵喔 但是... San果然是大魔王耶 這邊... 剛剛我們覺得還是軍事 覺得還是軍事還有得打 對 其實我們覺得軍事 是因為都沒有會戰 那一些騷擾 小型的一些零星的一個騷擾 但是其實San在不知不覺當中 他的營運其實做得比對方來得好 而且還有骨子裡的生了工房 對 那包含工房的提升 這些其實都包含在營運裡面啦 就是你整理的大部分 該做的事情都有做到 那其實San這邊真的做的是 比大部分的台灣人都來得細膩很多啊 那之前提到一種韓國人類那麼強 因為韓國人類就是 該做的東西都有做到 那人類才能夠體現出來的強大 這個... 哇...被包圍 海一般的海嘯一般的一化蟲 有慘遭吃光 哇...被淹沒了 哇...116隻毒暴蟲是不是要來了 這邊現在的毒暴是22 還好 不過San就是出飛躺 一化蟲、毒暴蟲 他連蟑螂也沒有出 也不用出了 這個配兵組合就... 對 這個配兵組合就非常非常強大 San用這一個戰術 在前一天的一個比賽裡面 是打贏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 韓國人類選手 所以不是看到他這邊直接A下來 那這邊看我們的操作 四框往後拉 四框這個絕對是假開 假開四框 給你A 最主要是這邊守下來 我們還可以重新開出 一個是重點 不過這個感覺上 說好了要重新開出去 好像要被A組 守不下來啊 標寶 可以...沒問題 好 逼退 但是我們人口還是缺點落差 不過我們還有一個... 好 又來了又飛 對 我們這邊就在飛主堡中 不過家裡面飛躺過去了 好 又來這邊出現了點空虛 也沒有對空跑 什麼都沒有 對 都在那邊清掉了 那這邊的飛航數量 果然是劍縫插針 San馬上就來 對空跑 剛剛有空幾枚 對 San的攻防是比較沒有提升 非常的攻防 目前是只有一攻 二攻即交 只有一攻零防 其實也不太好打會戰 那我們燒好玩之後 這邊家裡面... 這個... 不過BO這邊慢慢... 我們剛講人口有點追殺後 剩一刷兵就來了 快兩半了 不可以活動 那現在中間這個礦局 還是最關鍵的 對 最關鍵還是最... 只要我們這個四礦 能夠慢慢這樣子 猥瑣地開起來 還是有得打 對 最好如果可以變成行星要塞的話 對 剛剛都是想變行星要塞 但是又來了... 這個是... 哇 這個又被逼腿試掛喔 連逃生都沒得逃啊 對 又被逃掉了 他本來... 他的夢想要變行星要塞的 對 這邊就知道為什麼行星要塞不能飛 人類的主堡和行軌手 對 行星要塞不能飛 因為人類飛出來直接開框有點強 但是... 所以你就要想辦法飛出去變行星要塞 那那段時間就...有點久 對 好 哇 持續來啊 人口說189對137 差了50個單位了 對 真的還是... 某還是要想辦法 可是某的四礦一直也開不起來 對 某一直在飛主堡出去喔 我們看到已經... 飛主堡飛到現在的主礦主堡 必須往外飛 這個是... Stand的礦去開在人家樓上啦 對 直接開人家樓上 對啊 那那個方向其實也是方便自己的一個四礦救援 對 他也想說讓我們這邊救援也算快沒關係 好 這邊一個雙線的一個空手點 非常好 哇 這個... 對 其實... 很幸運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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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球的... 四礦呢 要再放下來 對 再放下來 但是真的 對方又來 那... 然後這邊還是很難走 而且一直到目前為止 空房還是落後一 都是二公房打三公三房 這邊直接被推下來 應該... 就沒有主堡了喔 祖寶飛起來還要被飛躺打 這個很安靜應該是要被推翻了 要被重穿了 來到了三礦樓下 祖寶從之前 祖寶馬打出了軍隊 籃球 還是沒有辦法能夠打贏 這麼一來使得 橘子熊跟妖威太陽神 現在戰成了1比1平手 休息一下再來看第三場的比賽 好 好